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五千元电子消费券 好 目前第二轮比赛呢 已经有两组歌手演唱完毕了 Hope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分数 而刘明辉四位导师已经打分完毕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有机会了解到的是 三位导师打出的分数 我们先请郑军老师来任意挑选 身边的两位导师来看他们的分数 陈奕迅老师 Eason 我给明慧打了9分 谢谢你 罗大友老师 8点8分 那郑军老师您呢 我打得特别高 9点5分 多少感情分呢 0点5分 好 谢谢 我觉得没有感情分 她的刚才表演应该得到9点5分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苏惟老师 在这边我们也祝福一下 刘明慧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祝你好运了 休息一下 好 到目前为止 第二轮还有一组歌手 正在等待当中 她依然要演唱的是在中国最强硬的舞台上 所唱的第一首歌曲 也是因为那首歌曲 似乎争一两个字就一直伴随着她 但是她似乎越挫越勇了 她就是曾一鸣 一起回到曾一鸣的第一天 有请曾一鸣 我叫曾一鸣 30岁 曾一鸣到你出场 有请 加油吧 掌声有请 曾一鸣 我在等待这次机会 真正的关心是你收获到谁 这个才是一生的价值所在 来 曾一鸣请上场 你的歌声很好听 但是我觉得 你是我的女神 我起这笔歌的 没关系 下次我自己带个面具上玩家 那你不能永远带面具 为了你我可以 不 心理对 从没有人买起来 你不想 cant say 我投趁我 野鸣 鸣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到最後無處解脫 越心痛就越快樂 越想快樂越寂寞 其實明天沒有誰陪我走過 潮汐潮落 其實明天還有你陪我開始 直到最後還忘記 我在浪裡 其實明天只有你 我的明天 其實明天沒有誰陪我走過 潮汐潮落 潮汐潮落 其實明天 我只有你陪我開始 直到最後 愛我 愛我 哭起我 在浪裡 謝謝 謝謝梁俏博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的音樂總監 梁俏博老師 首席小提琴敬海英老師 以及湖南交響樂團的老師們 謝謝你們 同時也謝謝鄭一鳴帶來演唱 謝謝 細心的觀眾會注意到 在這一輪回到最初 我們的每一位歌手 在登台演唱的時候 在他們華麗的演出服上 都有一個非常醒目的標誌 就是他們第一次來到 我們大眾演唱會的時候 身上佩戴的歌手的編號 時隔71天 再一次聽到曾一鳴 來演唱這首歌曲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成長 而且我們非常慶幸 這一段成長我們沒有缺席 今天再唱這首歌 有不一樣的感覺嗎 有 什麼樣的感覺 我變了 變好了 還是變帥了 還是變什麼了 變好看了 我擔心你說出這個 你就真說這個呀 你是真的變好看了 我錯了 但是也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我覺得曾一鳴的優勢 絕對不是在於好看 但是他就好像真的用歌聲 在講故事 其實好看的是你的導師 對 子儀 有感覺 有感覺到變化 我覺得他胖了 水哥帶我吃東西吃過了 就是水哥瘦了 你已經胖了 咱們能不能聊點音樂上的事情 好的 我覺得 這個歌聽完之後 有什麼樣的感覺 很感動 因為真的一鳴的變化很大 我是覺得 其實沒有辦法去給人生設定假如 假如說我們重新回到大眾演唱會 你會不會給他no 你會不會給他yes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去找到一個答案的 但是今天我覺得曾一鳴 他有感染力了 不光是他的歌聲 他整個人的樣子 還有他的氣質 他都是有感染力的 對 我其實特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受就是 無論你走多遠 千萬別忘記了 當初你為什麼開始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記得在大眾演唱會的時候 子儀說曾一鳴唱歌的表情太誇張 當時是羅大佑老師出來為曾一鳴辯護 可是後來曾一鳴成了子儀的歌手 然後又變成子儀要在大佑老師那兒 為曾一鳴說話 今天聽完這首回到最初的歌曲 大佑老師你想對曾一鳴說什麼 一鳴他唱歌其實最大的不一樣的一點 是他的dynamic 動態範圍非常寬 他唱得很小聲的時候 你聽得清清楚楚 這是跟咬字的那種天分有關係 他唱得很用力的時候 出力的時候那就不用講了吧 這是他的天分 我這邊倒想問曾一鳴一個問題 你不是講說其他的歌手是炮灰嗎 什麼這些東西 這應該過去了吧 但是你有強大的聲音 可是你為什麼會在台上有時候會哭 因為這是矛盾的 這對很多人來講都是矛盾 對我來講 我想對子儀來講 對何強導師來講也是矛盾 你願不願意講一下你這過去十幾年來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不平啊 遭遇啊 你不滿啊 矛盾啊 這樣心情 這個時候主持人就要出來把握節奏了 你可以有一句話來概括你的前半生 對 對 因為大佑老師想知道你之前發生了什麼 一言難盡 以前一切不愉快的事情 在中國之下之後 所以全部都忘了 我覺得這是我來的最對的地方 我有你們四個我真的太驕傲了 謝謝你們 你真的變了 你以前哪說得出這麼襯頭的話呀 我為你驕傲曾一鳴 四位導師請打分 九分 同樣可以看兩個分數 子儀我們要看誰的分數 我看鄭君老師的 鄭君老師你給曾一鳴打多少分 九分 九分 好 接下來 我看羅大佑老師的 寵壞了曾一鳴的大佑哥 你給曾一鳴打了 他的改變是真的很大 從眼睛也看得出來 我給他九點五分 九點五分 現在全世界都朝著羅大佑的方向在鞠躬 張子儀 你給曾一鳴打了多少分 九點六分 九點六分 我給曾一鳴打的是九點六分 九點六分 好 這是張子儀給曾一鳴打的分數 我們還有一個懸念就是陳奕迅的分數 那這個分數呢我們將會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統計完了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輪的結果了 謝謝曾一鳴 現在我們到舞台中間來 我們也請在這一輪剛剛演唱過的其他的兩組歌手 也回到我們的舞台上 是的 到目前為止第二輪的演唱已經全部都結束了 而陳奕迅也馬上就要揭曉 到底哪兩組歌手能夠順利地進入到最後的終極對決呢 來 我們再次歡迎所有的歌手們 接下來呢我們將會 統計完在第二輪演唱的三組的歌手 他們在導師那兒拿到的分數 同樣分數較低的兩組將會要接受現場的觀眾的投票 那其實今天晚上在舞台上每一組歌手都已經把所有的 在這個舞台上所累積的情緒的能量都爆發出來了 我們為這樣的一份成長而深深的感動也為你們驕傲 我現在手上拿到第二輪三組歌手的總分 三組歌手得分較低的兩組將接受觀眾投票 我宣佈本輪得分最低的一組歌手是 候補組合請出列 本輪還將一起接受觀眾投票 得分倒數第二的是 劉明輝請出列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導師總分吧 請看 現在我們看到呢 曾一鳴拿到38.1分 劉明輝36.3分 候補組合36分 候補組合和劉明輝的分數呢非常的接近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請 我們先恭喜曾一鳴順利的過關 我們先進入最後的總結對決 恭喜 休息一下 接下來我們首先聽聽看 鄭君老師有什麼想要對馬上要投票的觀眾 說得怎麼樣為劉明輝拉票 我想對劉明輝說幾句話 我覺得就像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一樣 有幾種 有一種是劍法揮舞得非常好 跟你大戰300回合然後把對方殺死 那曾一鳴就是這樣 他的劍法天衣無縫 還有一種高手是沒有什麼招數 出手對方就倒了 Eason是這樣 還有一種高手是站在那兒 手上無劍 心中有劍 把對方擊倒 像大佑老師這樣 我是手裡也沒劍 心中也沒劍 因為我不想把任何人擊倒 我只想擊倒我自己 所以劉明輝我想讓你成為 他有個這樣的歌手 所以不管今天結果什麼樣 我覺得你都是一個 在我心中是一個非常棒的音樂人 因為你的創作我聽過非常棒 很高興能認識你 謝謝 在拉票的寶貴的時間 我們的導師還不忘記 給我們的歌手最好的建議 Eason 你想要怎麼為 Hope組合拉票 我也想講一個小小 我不善於在很多人面前講那些話 但是很高興認識你們四位 對 無論結果 今天晚上的結果怎麼樣 繼續把你們四個凝聚的力量 正能量發放給大家 因為看到你們四個在一起唱歌 在晚的時候 我們很開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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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導師為他們的歌手 所做出的所有的努力 而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要拜託現場的第五導師團 因為你們投出的每一票 將會決定著 劉明輝或者是Hope組合 能不能繼續在中國最強硬的舞台上走下去 第五導師團 在剛才的兩首歌的演藝當中 你們會更喜歡Hope組合 還是更喜歡劉明輝呢 找到你喜歡的歌手的照片 然後按下確認鍵投出一票 各位請投票 劉明輝和Hope組合 他們當中只有一組能夠留下 親愛的觀眾朋友 在廣告之後為你揭曉答案 一把移動電 美麗變平空調 最強表情 我們歡迎 加油 你這樣會嚇到我 我又會報錯的 9588 206 試的是206 一定要206 想想我都出冷汗呢 我是負責來收廣告詞的 感謝一碗一度電 一碗一度電 一碗一度電 美麗變平平 好玩就好玩在這兒了 青春很酸甜 很酸甜 很酸甜 猛牛酸酸乳 猛牛酸酸乳 中國最強音 感謝科技產品帥 英特爾西和柏拉野海洋 馬上鼓掌對本集 我們的大力之時 再見 歡迎回來 中國最強音 正在現場直播 我們在這裡感謝猛牛 留在全國海搜 相信音樂的草根愛愛友者 馬上我們要揭曉 第二輪的比賽結果 在劉明慧和HOPE組合當中 將會有一位止步於這一輪 在這邊我們再次邀請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參與我們的短信互動 誰是你心目中的冠軍人選呢 拿起手機 編結他的姓名發送到1066988206 如果猜對的話 將有機會獲得戴爾的翻轉出屏 超級本和京東所提供的5000元電子消費券 關於具體的參與方式 我們再次通過大屏幕來了解一下 新目中的冠軍 十年電器低價來襲 歡迎進入京東短線互動 首席電子姓名發送到1066988206 參對救機會 獲得京東提供的戴爾翻轉出屏超級本 和5000元電子消費券 兩位歌手當中 觀眾得票率較低的 將在這個時候離開我們的舞台 現在我手上已經拿到了剛才 我們現場觀眾的投票結果 將離開舞台的這組歌手是 劉明輝 我們來看一下英特爾最強心投票結果 請看 在剛才的投票當中 劉明輝獲得了46.11%的支持率 4.1 4.1 然後HOP組合是53.59% 我們祝賀HOP進入到我們的終極對決 祝賀HOP 同時我們謝謝劉明輝來到中國追強英國 帶來的全部是發自內心的歌聲 我們來看看劉明輝 在中國最強英留下的回憶 我叫劉明輝 今年33歲 我以前是一名數學老師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 獨一吧 鄭君老師 我沒有辜負您的期望 這個夏天 我將會是您最成功的賭注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聽別人唱歌 然後眼淚就到眼睛裡面了 進入到冠軍組的第一位是劉明輝 非常榮幸能夠跟你一起認識 然後一起工作 謝謝你 進入到我們冠軍總決的是劉明輝 在中國最強英的舞台上有非常多的畫面令人難忘 但是我想也許隔了很多年之後 我還是會想起我曾經在這個舞台上看到一雙這麼乾淨的眼睛 這個時候要跟大家說再見 劉明輝你想跟大家說什麼 活了33歲 然後這在這個中國最強英的三個月 是我整個人生最濃縮的一段 然後感覺好像又經過了一次大學一樣 認識了很多熱愛音樂的朋友 得到了我特別崇敬的幾位導師的肯定 還有收穫了很多支持我的朋友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劉明輝 謝謝 接下來劉明輝去跟自己的導師告別 他帶著這個號碼牌來到我們的大眾演唱會 今天在我們的總冠軍賽 他跟大家告別的時候 身上依然貼著屬於他自己的 獨一無二的這個標示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每一個人都是這個人生當中的過客 最主要的是在這一路走來 是不是足夠的精彩 在一開始的時候 鄭君說他要賭一把 我們要恭喜鄭君 這一把他賭得非常精彩 謝謝劉明輝 謝謝您在這個舞台上 留下的所有最真 最炽熱的聲音 謝謝 我知道有非常多電視景全 所以謝謝劉明輝 後會有期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要恭喜的是 曾一鳴和HOPE組合 進入到我們的終極對決 在這一輪當中 將會由現場的第五導師團的 所有的親愛的觀眾朋友 來進行投票 來選出年度總冠軍 這一輪當中我們的導師 將跟隨著 一起來接受評判 這是我們兩組歌手 在今天留下的 最後的一次演唱 首先要登台的是曾一鳴 他演唱的這首歌曲 非常非常適合這個時候 已經悄悄泛起的 離別的思緒 無法再見的時光 歡迎曾一鳴 再一鳴 直到掙扎著起床 不如拖了個金光 誰在看我的眼光 無關所以才無望 無關所以才無望 抵著我無財的震盪 分手消失破的夜 上了天 下了場 我剩下一步所有思想 才發現破碎的我這一輩子 差點就變好 我 эн陳年 我耶 要明明 我看電影 有自然的照片 我愛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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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再见得失过 无法掩灭再跟从 世间烧成黑的光 你却要逼这世界各无数 千两千黑 天下这渗软度悔 无耻的红玫瑰 贪得已失的痛快 要如何受伤啊 殊不知不怕嫉妒 倒不过生来此此苦 天知道应该怎样 真心真意的迷路 还需要大清小怪的祝福 还是这个天高的地口大度 为每个人留下的什么记忆 忘不了的都会被当做 时刻已是什么都回忆 耶 无法掩灭再跟从 世间烧成黑的光 你却要逼这世界 无法再见得失过 无法掩灭再跟从 世间烧成黑的光 你却要逼这世界各无数 无法掩灭再跟从 中演唱会 歌手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演唱 但是今天的她和当时的她 又有了太大的不同 也许这就是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 这是最后一首歌 已经唱完了 子依有什么话要对曾一鸣说 刚曾一鸣一站上来 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因为我感动是因为 最后一首歌了 突然间觉得 这两个多月怎么就过得那么快 我很感谢 认识曾一鸣 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 其实不仅仅是她的 也是我的 但让我感受到 一个人的成长 是可以这么的温暖 看到一个人的成长 是让你觉得这么的幸福 谢谢你 其实在一路走来 有太多太多的人 对曾一鸣 给予了很多的关心 在此时 我也想跟曾一鸣分享 其实今天晚上 我相信在电视前 有一位特殊的观众 也一直在看着你 他就是刘德华先生 刘德华先生 一直希望我来 鼓励一下曾一鸣说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 就是要能够容得下别人 其实从一开始你就有争议 是因为你一直表现得 有点狂妄 老说别人是炮灰 所以此时此刻 面对你的对手 Hope在那边的时候 我希望你对他们说点什么 Hope 加油 这就是子怡为之感动的温暖 这就是在最强音上 每个歌手的成长 Hope组合 我们也期待你们的成长 接下来一起来欢迎 Hope组合带来的倔强 我和世界不一样 那就让我不一样 坚持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杆可干 我如果对自己妥协 如果对自己说谎 即使别人原谅 我也不能原谅 最美的愿望 一定最疯狂 我就是我自己的身在我活的地方 我和我最好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不能绝望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我在风中大声的唱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 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不能绝望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不能绝望 不能绝望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我在风中大声的唱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 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我和我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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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部组合带来的倔强 中国最强音2013年度 比赛的最后一支歌 很像我们现在的心情 如果一个人跌倒了 还有机会爬起来吗 如果一开始你不被人看好 你还有机会成功吗 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我们够倔强 也许真的有希望 在这个时候 Eason想要对后部组合说什么 我 现在不严重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我刚刚感受到 感受到他们的力量 而且现在我想讲的 不只关于你们 是整个 我借这个机会要感谢一下 中国最强音这个节目 让我也成长 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 感谢你们 其实在最强音的歌手当中 后部组合几个孩子 算是年龄小的 所以你们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此时的感受吗 在演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心里满满的都是 对中国最强音 对湖南卫视 对所有的导演组的老师 最后对我们四位导师的感谢 感谢 感恩 虽然我觉得我这首倔强唱到 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份倔强 其实是一种成长 我唱到生死历劫 但是我觉得这一份成长 是四位导师 还有所有我们的歌迷朋友 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倔强下去 为这份倔强 再次为他们响起掌声 好 现在确实也到了 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我们要来进行最后终极对决的投票了 再次请上曾一鸣 是的 我们的导师也要和歌手一起迎来 中国最强音本季的大结局 三个多月的荣辱与共 歌手们在导师们的帮助下不断地成长 而导师们也同样经历着 不同以往的心路历程 亲爱的观众朋友 亲爱的第五导师团 这是你们目前在中国最强音舞台上 所要做出的最后一次投票 而这一票将是给我们的歌手们 导师们 以及所有为中国最强音 做出了很多努力的人的最后一个答案 相信这个时候我们的观众 也有了心目当中的选择 那各位到底是更支持曾一鸣 还是更支持后部组合 找到他们的照片 按下确认键 观众朋友们 投票开始 好的 投票结束了 而我们的全民进取真人秀 中国最强音也将落下帷幕 今天在这里的人也将一一告别 所以当离别的情绪响起的时候 其实心中的不舍已经开始慢慢地涌现了 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请上的是 2013中国最强音的12强 他们将用最为真诚 最为诚挚的声音 来表达他们在这个舞台上 所有的感受和所有的感动和感谢 他们将用罗大佑老师的两首经典歌曲 向所有亲爱的支持中国最强音的观众朋友致敬 向导师们致敬 向音乐致敬 向梦想致敬 有请中国最强音12强 有请 我来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 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还记得 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 灿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 离敬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幻想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西沉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我们曾经拥有 你我为了理想 离敬了艰苦 离敬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统统幻想 但愿你会记得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西沉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我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好想有句话 我从来未曾对你说 也可能有 也可能有什么样的 事情你没告诉我 蓝色天空一样清晨 红色街心一样笨疼 难道孤单中的你我 情愿就这样 在树里中沉默 让苏我你心中叮哗 我们彼此在等待回答 让过去的无解解开吧 冬天的雪会在春天融化 明天的笑容会更瀟灑 让未来共同的梦境 展现吧 心中的花 来自我 来自他 告诉我你心中的花 我们彼此在等待回答 让过去的无解解开吧 让过去的无解解开吧 冬天的雪会在春天融化 明天的笑容会更瀟灑 让未来共同的梦境 展现吧 心中的花 告诉我你心中的花 我们彼此在等待回答 让过去的无解解解开吧 冬天的雪会在春天融化 明天的笑容会更瀟灑 让未来共同的梦境 展现吧 心中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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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舞台上浓缩一个非常漂亮的剪影 这首歌不但代表我们 对罗大佑老师的致敬 也代表我们对所有导师 所有在我们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 付出过努力的每一个人的致敬 谢谢你们告诉我们梦想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十二强 谢谢导师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大家回到你们的位置 导师也请回到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将会要揭晓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悬念了 其实在此时此刻 我们还是想再次来感谢中国最强音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口号吗 我们说我们来真的 在两个月之后 我们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是 我们真的做到了 而且我们做到了真 真实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最开心的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看到一个又一个成长的身影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想要自己变得更好 但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你可以碰到一个小小的机会 一个帮助你的人 可以让我们的成长更加的顺利 而中国最强音 其实不只是关于我们12强的 也是关于每一个人 在用心跟随着他们成长的 观众朋友 我们的导师 甚至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主持人 其实好像我们自己都进化成了更好的人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想说的是非常荣幸 能够有机会让我跟何老师 在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 来陪伴我们的歌手们一路成长 在之后也请记得 我们带给你们的所有的鼓励 接下来马上揭晓结果 到底是曾一鸣还是HOPE组合 成为了2013年度的年度最强音 有请两强入场 有请曾一鸣 有请HOPE组合 我们也有请子怡和Eason上台 张子怡和陈玉讯上台 和自己的队员共同分享这个重要的时刻 15场比赛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相信此时此刻的这个瞬间所有的感受也会陪伴着我们的歌手们一路向前一直在一起 好 Eason想说什么 我没太多话想说 我希望快点可以吃东西 这哪里是 所谓我们来真的 就是这个意思 子怡你要说什么 不许说吃的问题 那我赶快喝一口行吗 好 接下来 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 重要的时刻 我来为大家宣布 获得中国最强音 2013年度 总冠军的歌手是 曾一鸣 同一名获得了52.83%的支持率 同时我们也要恭喜导师张子怡 我们要把同样的祝福送给非常优秀的HOP组合 这个在中国最强音才携手走到一起的新的组合 一路走到最后 他们也获得了47.17%的支持率 同时也感谢陈奕迅一路的陪伴 谢谢 在此时此刻 我们要暂时跟我们的亚军HOP组合 来先道个别 我们先休息一下 也谢谢Eason 谢谢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颁奖典礼 现在曾一鸣来到郑军导师和罗大佑导师的面前 两位老师一起上台吧 我们分享这个光荣的时刻 谢谢 好 来 曾一鸣 曾一鸣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没有谁陪我走过 说点什么吧 谢谢我的导师 谢谢思维导师 谢谢纳英老师 张子怡要说什么这个时候 世事无常 我 其实我觉得曾一鸣得冠军 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他自己的努力 他真的改变了很多 我特别感谢所有的导师 对曾一鸣的帮助 我现在清晰地记得 当我们导师之家 第一天我见到这些男孩子们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我说在海的那边 有你们的音乐梦想 有你们将来会爱上你们 为你们疯狂地 亿万关注的呼喊声和呐喊声 还有掌声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坚持 你会看到那一天的 曾一鸣你做到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曾一鸣也祝贺 张子怡 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时刻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湖南广播电视台 党委书记台长呂怀明先生 和猛牛集团市场管理系统副总裁 YESPER COLDING为冠军颁奖 有请两位 好我们有请台长 和YESPER先生来颁奖 我们这一次的中国最强人的舞台 这个奖杯设计的是我们逆袭战的舞台的样子 非常的有特点 它的寓意就是人生永远没有淘汰 只有逆袭永无止境 好 三次乐队奖声我们感谢两位颁奖嘉宾 谢谢 谢谢 与此同时我们也请上所有的歌手 以及另外几位导师一起登上舞台 也要请出我们的音乐总监梁俏博老师 和我们的声乐指导阿怪老师 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013年中国最响应的第一季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歌手在音乐道路上的探索和努力 永不止步 此刻呢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喜乐呢 分享给电视机前一集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 看看在最终支持曾一鸣的观众朋友中 谁能够获得这份幸运呢 大屏幕滚动起来 来 大屏幕请滚动 3 2 1 停 本地的朋友 恭喜你 湖南1365号573者的这位朋友 恭喜你 将获得的是戴尔翻转出品超级本盒 进攻所提供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 同时提醒大家 这个暑假我们湖南卫视也是精彩不断 2013的快乐男生即将上演 六场的男生学院连续播出 在明天和后天的晚上10点钟 我们会播出的是长沙和广州的男生学院的 十强诞生季敬请期待 下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最后念一次广告 感谢新浪微博腾性娱乐百度贴吧 网易新闻客无端 给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家可以通过360手机助手 或登陆手机QQ 下载注册湖南卫视移动客无端呼啦 来关注更多的节目互动 和湖南卫视的最新消息 谢谢大家 就是这样了 明年再见 再见 明天 明天 也许明天只有你 我的明天 没有谁陪我走过 潮起潮落 也许明天我只有你 陪我开始直到最后